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主打視覺口味 又濃又厚 限定台中獨賣 讓店門口總是大排長龍 其實繼後奶茶掀起風潮後 美食界默默吹起一股濃厚商機 就連老字號品牌也來跟風 推出爆厚豬肉乾 厚度逼近一元硬幣高 厚的肉乾其實它更有嚼勁 肉汁會更多 吃起來因為我們家 是用叢林的方式去組成的 並不是會有鬆散的口感 拿來和一般豬肉乾 比一比新口味厚度 是原本的三倍高 一咬下去口感扎實 肉汁四溢 果然一舉攻下年輕人市場 年銷超過六萬包 透過所謂的網路 甚至是影音 能夠有效的把這些濃厚的部分 或者是特殊性的部分 差異化起來 也就多半能夠拿到 這個消費者的青睞 業績也就會更好 不只夠厚 口味濃也是王道 就有爆米花噎者 推出六倍濃起司口味 顏色比原本深了好幾階 同樣受到消費者歡迎 濃厚商品靠著視覺震撼 還有口味差異 成為快速崛起的新興方城市 在你希望福克強當會自我報導